紅機最早的時候,我媽媽創立了一間早餐店 由1980年開業 後來,為什麼會做飯店呢? 因為去到九十年來,肯仔會有一些遊客過來玩 每星期很多家庭帶小朋友來踏車 過來一些飯店找飯吃 就覺得原來做飯店經營環境會比早餐店好一點 就取消了一個早餐去做飯店的模式 我們都是以一些街坊小炒,比較家庭式的菜式為主 來到紅機,我想十台、九台都會叫南越雞 醃這個雞肉是需要過夜才會入味 我們都試了很多很多的方式 讓它脆口一點,味道好一點 這個南越雞肉是我們的招牌菜 我來到紅機吃飯已經有十幾年了 總之就是從小時候讀書時就過來吃 吃到現在的女兒都這麼大了 紅機和其他餐廳最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的食物質素保持得很好 我們自己做燒肉已經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就算燒烤爐也燒爛了幾個 我去到香港訂一個爐回來 都是希望能夠把食物的水準保持得好一點 燒鹽狗套 我也要一些最大條最美的狗套回來 去骨 因為要滿足一下家庭客人 如果有骨的話 可能小朋友吃就不太方便了 雲吞雞其實就有一個朋友說 你們的雲吞那麼出名 可不可以把雲吞放進去 就一個叫做雲吞的演變單 我們都加了一些金華放進去 那個味道其實有點接近 上外的雲吞雞湯 我們天冷比較做得多 天熱就相對少一些 那個蟹飯有四樣東西 粽葉在底裡 糯米、蟹和蒜香 其實這幾個東西加起來 是令到那個糯米飯 是有一種比較獨特的香味 今年42年 我們其實都見證了 坎仔的發展過程 演變到現在的旅遊城市 開了這麼久 我們有一批客人是發展成為朋友 他們基本每個星期都來 這裡是令我一直都會 定時定後回來吃飯 還會掛著他們的味道的一個餐廳 其實客人來到 我們在吃一些咸口的食物 到最後吃一些甜的食物 對於整個飯的感覺 是相對比較好一些 大菜糕一路都是送給客人 去做一些叫做飯後甜品的食物 這個其中是我們草熟客的方式 可以這麼說 老婆吃人情味 吃本身熟悉的味道 我們看到一家人兩家人來到 一個溫馨的飯局 其實就是我們的滿足感 來的